白宫11月10日宣布 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4日举行双边会谈 白宫新闻秘书尚皮叶透过新闻稿表示 拜登将利用20国集团领袖峰会与印尼巴厘岛召开的机会 与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 拜登上任20个月来曾与习近平有过5次通话 但这次将是两人首度面对面会谈 新闻稿指出 两人将讨论维持与深化美中沟通渠道 负责任管理竞争 并致力于在双方利益一致处共同合作 尤其是因应影响国际社会的跨国挑战 两人还将讨论一系列区域与全球议题 与习近平双边对话时 拜登表示会明确划出各自红线 了解双方的关键利益 若有冲突将讨论如何处理与化解分歧 美国CDC宣布对在6个不同州报告的 里斯特军疫情展开调查 干疫情已导致16人感染 1人死亡 1名孕妇流产 里斯特军是一种细菌性疾病 发生在使用受污染的食物后 CDC称 大多数人最近都吃了熟食店的肉类或奶酪 目前正在努力确定可能受到污染的特定产品 加州 伊利诺伊州 马里兰州 马萨诸塞州 新泽西州和纽约州都报告了病例 孕妇65岁以上的成年人和免疫功能低下的人风险最大 CDC建议清洁可能接触过熟食店肉类或奶酪的冰箱 容器和表面 并避免食用熟食店的肉类和奶酪 11月9日 南加州警察在洛杉矶和城县进行了一场惨烈的追捕 富勒顿市警察局表示 下午4点40分左右 追捕行动开始于富勒顿和布埃纳公园的边界附近 警方正在试图因不明交通违法行为而进行蓝亭执法 嫌犯开始时驾驶一辆黑色轿车 遭蓝亭后 下车绕布埃纳公园转圈 试图偷一辆卡车 但并没有成功 后 驾车逃到安纳汉姆一个住宅区 成功偷了一辆白色面包车 并多次驾车撞击 被随追捕的警车 成功逃走 在拉哈布拉 司机拐进了一条死胡同 但随后绕过几辆警车回到街道上 在追捕过程中 嫌疑人左后轮胎爆胎 火花飞溅 随后嫌犯驾车驶入加油站 再次逃离警察 闯入一户人家偷走一辆皮卡车 在哈岗的追捕接近尾声时 这名司机撞上了几辆汽车 然后驶入一个加油站 撞上油泵 被警察包围 警方向嫌犯开火 多次击中皮卡 但似乎没有击中嫌犯 经过短暂对峙后 拘留了嫌疑人 最终结束了这场疯狂的追捕 三人因撞车受伤送医 没有人因枪伤住院 数量不明的汽车被撞 11月9日 阿富汗塔利班政府颁布禁令 禁止女性进入喀布尔的公园 游乐园等游乐场所 有公园负责人表示 没有女性 孩子也不会来 这类禁令将打击外国人 及以旅居国外的阿富汗人 进行阿富汗境内投资的积极性 政府税收会因此受到影响 自2021年8月 塔利班重掌阿富汗以来 阿富汗女性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权力 受到了一系列限制 据路透社报道 西方国家此前曾向塔利班政府施压 表示塔利班若延续限制女性权力的政策 其政权将不会被西方承认 塔利班回应称 将根据伊斯兰教法的规定 保障女性权益 颠导 颠护 颠导 颠兼 颠导 颠导 颠导